很多人都想要减肥 不过减肥哪里最难受呢 很多人都败在腰围 仿佛就是带了一个游泳圈 怎么样减都减不下来 营养师要告诉您 其实减腰围不难 最重要的是 你要吃对东西 大肚奶小富婆 夏天到了 难道要停着肚子见人吗 最难受的腰围 营养师给你新希望 非常容易取得的燕麦 减腰围可是有一套 它可以帮我们也还血糖 所以它对于腹部脂肪的抑制 臀肌来讲的话 效果很不错 吃燕麦要是吃腻了怎么办 像这样超豪迈吃地瓜 不用怕地瓜减腰围 用蒸的用烤的 还是煮成地瓜汤都可以 香菇减腰围煮汤或是凉拌 也有效 多吃含有大量纤维的竹笋 恢复小麦腰不是梦想 水果类的苹果 营养师大大推荐 那它膳食纤维比较多的地方 是在它的皮的部分 那所以呢 在我们尽量可以挑选 没有打辣的苹果 那连皮一起吃 这样效果会很好 另外还有芹菜跟芭蕾 都是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 做好体内环保 体型自然 旧有心 更多资讯请参考 台式网站 记者综合报道 您家的小朋友 有